今天我们来玩一下 海之宝的暴能雷射手枪 这是我们家第一次玩NERF 开放时的包装 有点简陋的感觉 第一次看到这种长弹 好像是叫精英弹 标题则是写了这把发射器的来源 是新战的第七部电影 是第一秩序暴风兵所使用的武器 在前线2的游戏中的藏品库里 我也找到了这把暴能枪 它的型号是SE44C 在游戏中是专属于暴风兵军官的武器 包装的背后特别标注了战术导轨 以及对应的可拆卸描具 不过细看的话 这个导轨似乎宽度略窄 规格与常规的皮轨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就来打开包装 内容物就是一把发射器 和三枚星球大战logo的红色精英弹 发射器本体 左侧有不少警告标志和螺丝孔 造型稍微Q了一点点 基本算是还原吧 和游戏里相比短了一点 和网上一些资料图片相比 这把SE44C在结构上又和它们略有不同 发射口就是插入软弹的地方了 是一整个橙色的保护色 有一个插形的卡榫 尾部的巨大后拉块倒是用的深灰色 描具轻轻一推就可以拆下来 顶部还有一个对应的卡位 整款发射器长21厘米左右 宽14到15厘米左右 比正常的格洛克17稍微小一点点 重量则是143克 手感还行啊 而精英弹则是完全测不出重量 可能是我这个秤不够灵敏吧 赶紧上手把玩一下 头部插入海绵软弹 这个子弹不可以全部塞进去 它好像就是半露出的这种效果 拉动后拉快 感觉还挺猛的 这里我们来做一下动能的测试 实际发射的感受就是 明明动能很低 但可能是因为弹体很轻啊 甚至弹头都是空心的 所以发射距离还挺远 感觉是飘出去的 而使用工匠的短弹 不符合结构 射出来直接就尿了 弧线挺美的 一趟把玩下来 我感觉海主宝的东西很有意思啊 就是颜色还是不太够 那就补补色吧 右侧的螺丝全是造型 找到左侧的螺丝孔 我们来拆开一下 内部是两片壳的结构 发射器外部纯靠喷漆分色 这里也是拍个图记录一下位置 接着就是上底漆了 感觉上完补土这个颜色 其实是最好看的了 感觉很有工业感 很帅 灰灰的那种感觉 上完底漆以后 我们就继续上白色 白色喷好以后 就是遮盖喷黑色了 这里呢 我就有点小翻车了 白色的部分 因为没有遮盖好 导致我只好在一些 瑕疵上面 补一些旧花的细节 做到一半发现 如果是为了给保护色零件去补色 其实没必要全喷补土覆盖 对下次我们再做别的不错的时候就可以简单一点 对只要补该有的黑色就行了 下次可以优化一下流程 又干扫了一些银色旧化 就全部完成了 给保护色做一个还原的目的是达成了 甚至发射口也喷成了黑色 但其实这次是翻车了不少地方的 比如这里的红色我就没有遮盖好 红色油漆流到了黑色漆面上 我一补黑色就更糟糕了 就不得不用了更多的银色来遮瑕 说水霍泥 然后再加点泥霍水 苗基这里也是喷漏了一点地方 这次较多的旧化 就是为了掩盖更多的瑕疵 不得已而为之的 总之这次我总体做的挺极的 没事没事 下一次我们可以做的小清新一点 对我们还有下一次嘛 对对对 既然补好了颜色 再来试试能不能发射 可以啊 那动能上怎么样呢 这个性能怎么还变高了 是不是喷了颜色变厚了变紧了 总之去掉了保护色 按照设定也算是完成了 虽然有一些不少的瑕疵 但是整体来说 能完成 我已经很满意了 也是很期待 下一次我们玩一个什么 新战灯发射器呢